你好,我在这边录制999跟1001号 Hampton Street 这条就是Hampton Street 那么 它的地点呢,其实是在 前面的话,你可以看得到 这条就是我们的10阶 10阶到底呢,这条就是Hwy 41 是我们的大马路,六线大道 交叉口就有一个BP的Gear Station 因为这边很可爱 依照9年前高人指点 说这样的话,其实是最安全的地点 至于这个房子 稍微设一下 这房子呢,你看到 这是地址999跟1001 这就是我向大家介绍的 这个房子本身是一个所谓的双拼 房子有两个地址 然后从那个正中间的有个防火墙 成为最标准的 在那个 这个户级的登记上是两户 然后现在进的就是999 因为现在呢,这边有两个房间可以出租 进来以后呢,先看到的是一条长廊 然后呢,有三间房间 好,我有编号 1,2,正好打开了 好,然后呢,还有就是3 好,那么先直接进来 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简单的浴室 浴室 浴室 这浴室呢,是在2012周 我刚买过来的话 整个重新改建 后来还再重新换过 现在全部都是瓷磚 那至于干不干净 瓷磚是非常好整理的 只要还是不干净的话 那是住在里大家的室友要共同 来努力维持 因为我们做房东的 所有的墙壁跟地板 全部都已经改成瓷磚了 那么那是最好清理的 然后呢,再右弯一点 这是一个大冰箱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厨房 我们这个椅子是租给 大部分时间是租给男生 跟男的教授跟研究员 那看起来更像 就是男生宿舍的水准 那么这个瓦斯炉 公安瓢泉的话 历代啊 这个租客已经 全部把你留下来了 甚至还有一些米啊什么的 还有面食啊 都还甚至 还有一些料呢 代代相传啊 那另外还有就是那个 他的那个做料等等的 这个的话啊 我们是 我尽量给大家自由 有大家自己好好的保管 微波炉烤箱 就是这么简单 呃 我们所提出的这个价钱啊 呃 在呃 这个地段 叫做meetown 呃 城中区啊 已经算是最便宜的了 好 呃 刚刚的外面呃 对接呢 已经改建 呃 这个是呢 呃 呃 这个这一号房间 一号房间呢 会是最外面的 可是呢 比较大一点 好 然后呢 它的长跟宽 大概是呃 呃 英尺啊 是呃 大概十 呃 大概十二尺左右 然后横的话是十点五尺 啊 那每三尺呢 算是呃 一米 啊 你自己换算一下 那感觉一下 然后床的大小 大概就是啊 这个是一个啊 标准的单人床 然后呢 所有的房间里面呢 我们都配备 啊 最标准的就是 有这个 呃 衣柜 然后呢 小的这个呃 呃 这个文具柜 那么 一桌 一椅啊 然后呢 那个也是另外一个柜子 可以放点东西 呃 非常简单 但是呢 一个人住的话 是不需要任何的那个 呃 家具 零包可以入住的 好 这是一号房 然后呢 现在我们再走进那个二号房 二号房 其实他呃 月底才甚至算是搬走 然后正在清理当中啊 然后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的配备 就是一桌 呃 一椅 好 然后这个床的话他们改造过三个 呃 四三个长垫啊 然后呢呃 真正的床架呢 其实他留在这边放到外面 啊 那么呃 有衣柜 好 大概呢 呃 房间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房间的话是 10.5尺乘上10.5啊 大概给你一个概念啊 好 那么呃 这就是我做最简单的介绍啊 那么呃 就像我说的 我们呃 租的 其实讲究的 其实是 呃 这个呃 地点 还有呢 就是方便 因为地点的话 走路 是绝对可以到 呃 乔甲理工的 刚刚呢我造的那个街景 可以看到现在是五点多左右 我们在城中区呢 其实是有这个traffic 的啊 真正真正你要开车来 呃 呃 这个geriotech的话有停车的问题 然后呢 呃 另外还有就是 呃 呃 进出的话啊 假如你是按时间 上下班的话 就还有 啊 交通的问题 这是啊 这整个大 这个附近的环境的状况 好 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打电话给我 678-463-2246 是我美国的 手机电话 不然的话 在微信也可以联络到我 谢谢